太岁又称肉灵芝,生长于地下,而是由粘菌、细菌和真菌三类菌构成的一种稀有的聚合体,而关于太岁的存在、作用和要效,在生物学界始终有争议。 现代科学发现,肉灵芝是介于原生物与真菌之间的大型粘菌复合体系结构,不是由单一的细胞构成,而是由细菌、粘菌和真菌三类构成的一个聚合体。 研究表明,肉灵芝是以细菌、酵母菌、灵菌包子等微小生物为食,以纤维素、几丁素、甲鞘质等为营养,机体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核酸以及甲次酵母菌和白的酶。 它的细胞中含光和色素,按照生命起源及进化谱系图分析,它的位置应在菌、枣、类植物和原生物、动物之间,既有营养体又有实体,可惜的是该生物进化到此种程度后,因受外界光的限制,停止了进化。 因此生物专家称它为萌芝,处于生命演化的一个岔道口上。 往左会发展到植物界,往右就会向动物界发展,原地不动就会变成像蘑菇灵芝一样的真菌类。 为自然界中非植物、非动物和非菌类的第四种生命形式,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古生物活体标本,是人类和一切动植物的祖先。 虽然在许多典类中,都记载肉灵芝有增强人体免疫力的功效,但实际上,真菌类品种十分复杂。 即使真的是太粹,自身可能会附着各种有害生物或有毒物质,在没有弄清楚太粹的物质成分前,并不建议大家轻易服用。 全球的科学家对于菌类的研究还非常有限,存在于自然界的包括粘细菌在内的真菌,在150万200万种, 科学界只对其中五个百分点有研究,现阶段人类对太粹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。